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香港富豪榜上 68岁的蔡志明以28亿身价名列第15位 这位金铭的企业家成功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事业 一手搭建了百亿玩具帝国 他的旭日集团是全亚洲最大的玩具制造商 为全球20多个国家输出玩具 小时候蔡志明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很少能有自己的玩具 因而他默默许下愿望 将来要建立自己的玩具帝国 让更多小朋友都能有一个快乐满足的童年 1969年中学毕业的蔡志明进入一家玩具厂 担任推销员 三年后与玩具厂兄长合资10万元 带着两台机器和12名工人 在香港创办旭日玩具厂 第二年经济危机席卷香港 公司经营举步维艰 合伙人退股跑路 蔡志明不甘心 一个人兜着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工厂 为保证按时交货 蔡志明将一些工具交给家庭作坊去完成 没想到这个看似老土的方式 倒让他挺过的难关 五年后 蔡志明拿下史努比玩具的代理 区别于一般的制造商 蔡志明积极为史努比设计新造型 比如将史努比与降楼散连在一起 或将其放在滑板上 这些巧妙设计让史努比玩具大受欢迎 蔡志明和旭日也因此声名远扬 整个旭日迎来飞速攀升 后来蔡志明又受过了 美国的一家合金玩具车公司 一跃成了名副其实的香港玩具大王 一路臭夜走来 蔡志明头脑异常冷静 也足够精明 2007年8月 美国玩具巨头美太 从全球召回2200万件玩具 这些玩具正是由中国制造 这次召回事件 弄得所有住三角地区的玩具制造商 人心惶惶 包括当时的佛山力达玩具和旭日集团 整个案发 蔡志明都异常低调 不予任何回应 后来香港一篇民报引述他本人话称 此次质量不合格事件 由旭日亲自揭发 最终 蔡志明只损失一点小钱 不仅轻轻松松 除掉了自己的老对手 还让旭日民生更旺 除了玩具业 蔡志明多方布局地产 饮食 酒店 健康产品 以及服务业 财富惊人 仅仅是豪车就拥有30辆 其中多款为全球只有一辆的劳斯莱斯 2013年小儿子蔡嘉赞结婚 蔡志明豪制了8亿 开了160席 可以说是香港近几年最豪华的婚礼了 然而蔡志明也有抹不去的痛 他的爱女饱受抑郁症折磨 最终烧炭自杀 人科有痛 财富能解决一部分 财富也永远不能解决更多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我们前视频哦 本期我们将随机送出三份金买礼物 关注并转发就有机会获取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